來 這個凱箱 來 你一直撩我一下 叫你講高端 但是我官司如果突然變化 我覺得現在 就是2021年的時候 我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跟精力 在討論高端 在強推疫苗這件事情 有什麼不合理之處 然後結果高端 畢竟是一家上市公司 所以很多事情 它還是得某種程度 要達到一點公開跟透明 所以就算高端疫苗 這件事情恐怕該賺的錢沒賺到 大家不要忘了 雖然高端疫苗很多的浪費了 很多的廢棄 但其實原本它採購了500萬劑 後面還有500萬劑的開口合約 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當時揭露了 讓大家民眾都不想打 都不接受 都不能接受這樣子 一支這種像浮水一樣的 像二期都還沒做完的疫苗 然後不然的話 我們還會再花四五十億 去買那另外500萬劑 所以這畢竟是一個 黨人採入的工作 我們一方面是努力的 去做這件事情 但同時這一批人 不管你要叫他生技幫 又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在見不得光的 想要從這個疫情當中 去賺取暴力的這些人 然後他們就從公開的 轉入地下 該怎麼樣 現在看到的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冰山一角 不只一角 越來越多的角浮上檯面 他們開始化整為林 遊民轉案 開始成立像這樣子 剛剛我們提到的 小食店這樣子的公司 那個人頭味 那個人頭公司的味道 真的是濃到我逼槍 都快受不了 然後所有服又打這樣子 保急身這樣子 要不是公司登記在一起 再不然就是他所有的 金流的脈絡 然後他資助的對象 幾乎都是一樣的 再不然就是交叉持股的 誰當誰的董作 誰是誰的股東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同一批人 他同樣藉著 這個防疫特別條例的保護 因為我們當年 因為疫情非常可怕 大家不知道新冠肺炎會如何的 毀滅人類 毀滅地球 所以我們訂了一個 比天 比皇帝還要大的 防疫特別條例 不予陳時中這個指揮官 一個無上的權利 那個第七條的帝王條款 因應防疫之所需 指揮官可以做什麼 於是他規避了採購法 規避了預算法 什麼事情都不用對立法院交代 也不用做任何的報告 現在我們都在承受這個苦果 所以現在這件事情 大家從疫情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更覺得某種程度要從 中華民國還算不算是個民主國家 政府行政單位這些官員 還該不該受到一些 不管是在野黨 不管是媒體 或是我們一般人民的監督 你現在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刻了 你買物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 五到六坪的或是小坪數 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 快點購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喔 幫我輸入 CTI 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